《健康的恩惠》 记得在一次讲道之前 我忽然间失声 这件事就令我醒觉到 健康不是必然的 能够讲话、能够听到、能够看到 是一份恩典来的 而到底今天我们有没有很好的珍惜 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给我们种种不同的恩惠 今天我们会看《使徒行传》的第十节节目